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後禮拜六就要來投票 在這個投票的政策兩禮拜 什麼樣的議題最熱 這幾天大概就是政黨票投票 就是不分區爭取立法院 不分區選票的政黨票 這個議題正熱 同時我們這一次的一個 不分區的政黨票的投票當中 也真是台灣史上最長的 有18個黨一起要來競爭 34席的不分區立委 到底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有人說這是一個小黨新奇的好機會 也有人說這就是第三勢力出頭的好機會 到底這樣一個政治局勢 該怎麼來看 真的是讓第三勢力出頭 台灣的政治就就此被翻轉了嗎 今天請到的學者專家 要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首先要介紹在我的左手邊的第一位 是中山大學正式經濟系的教授 新翠玲 新老師 主持人 觀眾朋友 大家好 第二位要介紹是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張宏林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第三位要介紹是 中山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邱花妹老師 主持人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最後要介紹是 前中正大學政治所所長 謝敏捷 謝老師 主持人 大家好 好 我們先來要來看一段BC 來瞭解一下這一次 我們可以看到國會大學人 第三勢力積極投入 不管有人說他們是左或是他們右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真的是在小黨 這是出現一個擺花齊放的狀況 到底是怎麼回事 一起來了解 2016立委大選 小黨搶得出頭天 尤其318學運後 青年人勇於發聲 更付諸行動 在柯文哲打出 百色力量贏得首都市長之後 更激勵第三勢力新政黨 冒出頭百花齊放 其中時代力量來勢洶洶 民調穩定攀升 除了有台灣獨立行動黨支持 執行主席黃國昌 學者和社運背景 參選人和不分區名單 都讓人眼睛一亮 政見主打國會與司法改革 竄成小黨中支持度 頗高的本土政黨 我們都認為這是一個對台灣未來 整個公共政策能夠更成熟 年輕人對公共事務的參與 能夠更積極一個非常好的現象 至於和時代力量理念不同而分道揚標的社會民主黨 則和綠黨結盟 合作推出區域和不分區立委 號召走出藍綠二鬥 中式勞工稅改環保等公平正義議題 以專業問政形象要爭取選民的認同 很多人做太久了 那名義代表是不是應該換血 才能夠新的想法新的理念 而且我們對既有的國會是非常不滿意的 然後跟大黨進行跨黨派的合作 也監督 還有民國黨黨會和國民黨區隔模糊 但黨歌自成一格令人印象深刻 立委徐欣寧退出國民黨 令組民國黨海黨黨主席 跟和親民黨合作 擔任總統參選人的副首 政黨合作選總統創選舉首例 還積極搶攻國會不分區和區域的立委席次 主推人民關心的經濟議題 我們鴨子滑水的策略 還有我們既定的拉票敗票的 我們會持續 當然最重要我們希望民眾 能夠看到民國黨 能夠看到我們優秀的候選人 都是好蘋果 春星星的第三勢力興起 傳統小黨台聯則選擇和激進策異合作 希望老黨變年輕 也避免變成最後一戰 台聯黨已經是一個成立十幾年 跟這些第三勢力者 還是有所區隔 合作的過程能夠讓他更加的能夠 那個年輕甚至新生 長期位居台灣第三大黨的親民黨 則由主席宋楚瑜參選總統 希望帶出立委選戰的士氣 讓泛藍選民有另一種選擇 這一次的選舉是台灣人民 到底能不能堅持自由和民主的制度 小黨進軍國會 除了區域比實力 另一個途徑就是不分區的政黨票 但2008年小黨全軍覆沒 2012年只有親民黨和台聯 突破5%的門檻 2016國會大選 總共有18個政黨角逐 不分區立委席次 能否走出傳統藍綠對決 改變台灣政治生態 值得觀察 這一次來參加 不分區立委進逐的政黨有18個 觀眾朋友可能會想說 到底當時有這麼多政黨 我們先來看這張圖卡 我們先把每一個黨的黨規 先秀出來 從抽到第一號的民進黨 到最後18號的數黨 有一些的黨 就像是親民黨 或者是台聯或新黨 這是大家所熟悉的 另外在今年我們可以看到了 不管是有時代力量 或者是綠黨跟社民黨的聯盟 另外還有所謂的健保免會聯盟 這就是啪啦啪啦 總共有18個 如果民眾在家裡 可能最近都有收到選舉公報 這兩大張 這兩大張我手上 我手上拿著這兩大張 其實都是我們的選舉公報 上面介紹的就是這18個政黨 所以我那天拿到之後 我就仔仔細細的從1號的民進黨這邊 就一路這樣子往下一直看一看 發現真的是你要好好的把這兩大張 正面反面全部讀完 真的還要花一點時間 馨老師我想您這樣子長期的觀察 您覺得這次為什麼小東島新起 這代表什麼意思 事實上小黨政治開始變成是一個主流現象 這樣子的這種發展也不是只有台灣獨有 如果我們去觀察在過去這4年到5年的時間 有類似像這樣子發展的這樣子痕跡的國家 包括從英國開始 加拿大 澳洲 一路看到西班牙 再看到日本 這個有一些整個大時代背景的這樣子的因素 當然也有衝擊到的一個部分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是 在我們所看到的科技力量提供的社群媒體 讓小黨的過去沒有辦法 有足夠資源去和選民互動的 現在可以用非常低廉的這樣子的成本 然後直接接觸到選民 然後也因為在這種分眾 我們所謂維權力的這個時代 所以對於所有的這些既有的權威結構 大家會產生了想要去挑戰他跟衝撞他的 這樣子的這種想法 也認為這樣的這種機會可能性加大 所以在從這角度來看的時候 從台灣開始到我們所看到的鄰近國家 再到歐洲 乃至於到美國 小黨都有類似像這樣子 想要趁這個機會而崛起的 一個這樣子的這種現象 自從台灣實習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後 有了一個政黨票 讓小黨也有機會 但是在過去幾屆 不管是2008 2012 這幾屆當中我們看到的就是 我們常看到的還是這些主要的政黨 包括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台聯 或者是綠黨也有出來選 但是那時候都沒有當選過其次 另外就是說像大概就是傳統的這幾個 所謂的親民黨或台聯或是新黨 大家都在這當中 今年的啪啦啪啦增加了這麼多個 幾乎很多的小黨都喊出說 希望能夠終結藍綠二鬥 展現第三勢力 黃妹我想請教你自己覺得 台灣有多少第三勢力可以發展的空間 我想這個今年的這個狀況 其實反映了就是我們長期來 我們過去台灣民眾越來越發現 我覺得兩個部分 一個是政治上面的不滿 就是說對於主政的政府 大家在國家主權上面 還有台灣的主體性 從經濟 政治到文化 我們過去反媒體 反貨帽 服帽 都直接一波一波的 你看到大家對主體性的問題的焦慮 那麼這個刺激了 我們看到這次小黨裡面 其實有很多是我們說的 其實還是在所謂的 國民黨跟民進黨跟 跟他比較接近的 從他分裂出來的這種小黨 我們說的泛藍泛綠的陣營裡面 另外部分今年的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 這個小黨的現象是說 我們看到的有一些其實不是在於 傳統泛藍泛綠的分野 是在於什麼 是在於除了國家主權的爭議之外 更著重去談說過去 經歷過國民兩黨16年的 輪流執政之後 我們台灣對於國內的各種 從勞動的我們16年來過去的 這個大家看到的薪資沒有成長 但是GDP成長了1.5倍 或者是環境的惡化 我們看到譬如說空污的問題這麼焦慮 或者食物安全的問題 社福長照的問題 反映的其實有越來越多的人民 其實在主權的問題的 或者想要去希望台灣主體性 更確定這個焦慮之外 還有一個是在於 位於我們整體的生活福祉 跟國家發展方向上面的 不滿跟焦慮 所以這個小黨其實不只是對於 小黨在這一次的興起 他不只是對於你看到的是 關於主權問題上面的爭議而已 其實主體性的爭議而已 我看到的這一次是有非常多 特別是年輕世代 他們想要的改變 是真的回到我們人民生活的改變 所以在這一個部分 你說那個成長空間在哪邊 我認為就在第二個 這個社會矛盾裡面 因為在政治矛盾上面 你可以看到中研院社會學所 在2015年初的一個社會調查 事實上有六成的台灣民眾 他對於國民黨的 就是過度跟中國政府的 傾斜的這一個整個施政 是非常不滿的 另外就是大家對於 這個調查結果有三成八的民眾 不信任國民黨代表 台灣跟中國發展進一步的關係 所以就是說那個部分是 顯然就是說我們可能 我們的政治要回到 就是說在台灣主體性 跟主權確定的情況下面 更多的政黨 我們要有一個更正常的政黨政治 那個前提是大家是在這個 確認這個台灣是一個主體的狀況 下面去發展的 而當你要開啟這個良性的 比較健康的政黨政治的時候 更多人民希望什麼 我們同時又有主權 有尊嚴的活著 同時我們又要解決 我們國內的各種社會矛盾 跟貧富差距 跟這個勞動成果 越來越不能合理的 所以你覺得第三勢力的比例是大 我認為第三勢力的 其實重要的發展 其實在後面這一塊 因為國民黨在這一次裡面 他其實他的在台灣社會的位置 你看到他連自己的候選人都覺得 連自己的候選人都不敢掛自己的黨灰 除了剩下的這個黨產之外 他到底這個要何去何從 那麼如果他不能真正的轉型去面對 就是把自己真正的變成一個台灣的國民黨的話 那麼他其實很難生存 那麼現在新崛起的小黨裡面 我們看到關注所謂的人民福祉的這一塊 從勞動到食安到環境這一塊的 這個小黨我覺得這個是會去拉出台灣新的政治圖 半圖的一股力量 宏妮 我請教 像柯文哲是一個大家都說是一個白色力量 也有人說第三勢力是夾雜在藍綠之間 但是已經可以展現出可以影響政局的力量 所以譬如說剛才的畫面他也覺得說 台灣的這個政治局勢 包括以台灣為主體的 這種傾斜度是越來越大的 同樣的 就是說大家除了反映在一個國家 所謂的主體之外 大家是不是在一個現狀的改變上 會促使這所謂的Z3勢力跟白色力量 是越來越好 的確 因為工都盟在去年年底 我們已經做了8年的所謂立法院年度 代表式的票選 在2015年民眾選出是新 跟整個國家的換字一樣 就是說大家想要做一些改變 我覺得這氛圍的確非常清楚 剛剛補充馨老師提到的部分 其實除了我們現在新的媒介之外 我覺得我們在談多黨或者兩黨制 其實上跟我們的選制有關 我們過去的選制的一個設定 當多席次的這樣的一個發展 我們講的一個選區裡面很多席 偏封自然會出現 我們在8年前立委減半 從225席到113席 其實在這73席區域不會延 一定都是大黨 他本身有財力 有派系 有這個動員的基礎 才有機會拿到票數 事實上台灣 雖然我們政黨票 這一次是第三次投 在8年前開始 我們以前其實也有所謂的不分區 但以前的不分區是強迫你 你投給區域 就代表你支持這個政黨 他就會累加在他不分區的選票 我們是等於是在第七屆開始 脫離 也就是說你投區域歸投區域 你投政黨歸投政黨 所以這個才會崛起許多的政黨 他們也覺得他們可以來做代表 因為單一席次的選舉 在選區的選舉他要過半 等於是他上次要拚一個首長 但是如果是我們講的不分區域 他就是過5%的門檻就好了 當然也辛苦 但至少不是那種 我們剛剛講五五波的對決 這次小黨崛起 我記得在第七屆第一次 有9個政黨參與 這一次18 看來這樣8年總共成長了 一倍的部分 我覺得小黨一直以來 事實上都有一定的空間 因為你只要看近幾十年來 我們對藍綠的這些惡鬥 民眾的厭惡 對立法院的不信任 事實上不滿意度 絕對對兩個政黨的不信任度 都高達5、6成以上 顯見事實上是有非常極高的比例 是不滿現在兩黨的表現的狀況 可是我覺得因為選舉制度有一個 比較對大家會擔心的部分就是 我像是買樂透 大部分人買樂透 還是希望晚上就是中獎 很少有人說我買樂透 第一個想法就是做公益 你要做公益就直接捐 所以我覺得一直以來 小黨的困境就是 大家很怕投給他的票是浪費 因為怕他過不了門檻5% 我覺得這段期間 我們一些社群簡訊 大概又是在傳這樣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時代力量 他會產生一個比較像是一個大的 或者說傳統 我們現在看起來氣勢稍高的 這些政黨 比方說以親民黨來講 因為大家認為說 你的總統候選人有10% 應該你的政黨也應該是等號 不至於差太多 大家認為投給你的票 不會浪費之後 那個表態的程度就會 跟跑票的程度就會降低 所以我覺得所有的小黨 他的問題都是 他不只是要讓人家喜歡 他還要讓人家相信 他是能過門檻 投給他的票是不會浪費的 這是我覺得目前所看到小黨的重要 就是有機會 可是他要翻過5%的門檻 事實上對他們來講是重要的挑戰 這5%到底容不容易 其實像那時候2008 剛才也實施的時候 這個票還是都歸到國民黨 跟民主進步黨 雖然新黨跟台聯那時候 各有48或38多的票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過5%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翻到任何一席的立委 然後在上一屆 大家越來對政黨票 越來越有概念了 清明黨還好有過5% 所以他分得兩席 台聯那一次他有9% 他分得了一個3席 綠黨跟新黨這些 你得1%多的你大概就沒有了 但是我們雖然剛才談了那麼多的 所謂的現在新的第三勢力興起 但是民眾未免也是會有一些的質疑 比如說他們會認為說 到底比如說清明黨或民國黨 你是不是屬於 或新黨你還是屬於跟偏泛藍的 是不是屬於國民黨的側翼 側翼 還是你真的可以也跳脫藍綠 你雖然跟我說你可以跳脫藍綠 但是你可能到時候 你還是要免不了 在你的立場或你的投票上 你都是靠過去 另外當然也有人會問說 像台聯或者是說時代力量 比如說民進黨的這些側翼問題 所以謝老師 您覺得真的所謂的第三勢力 真的可以跳脫所謂的 他們大家都在講說終極藍綠 真的可以跳出這個框框嗎 這是第三勢力的一個困境 因為這個不是 有一部分是跟藍有關 有一部分跟綠有關 那麼在藍綠裡面 他們基本上也是寬評比較狹窄 所以不容易壯大 第二就是有一部分的第三勢力 是訴求這個議題 但是這個單一的議題 或一兩個這個議題 在這個民主政治需要更廣大 支持的這個情況下 也不容易這個發展 所以目前這是我們第三勢力的一個困境 我想目前全世界面臨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台灣這次第三勢力 會這樣的興起 全世界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 冷戰結束之後 在1990年代 曾經有一個 美國的日本後裔的學者叫福山 他寫了一本書叫歷史的終結 他認為未來的歷史就終結在一個制度 叫西方的民主政治 跟西方的自由經濟 這種制度之下 可是20多年來 這個民主政治就發現他政治失靈 例如他有這個貧富不均的問題 例如他在台高足的問題 他政治經濟兩方面都產生失靈 所以現在全世界事實上在摸索說 有沒有什麼一個新的好的一個 政治體制或者是說 政府怎麼樣來有效統治 台灣這一次 興起了這麼多的小黨 因為台灣的政黨票 有讓這個小黨第三勢力 有他的一些表現的機會 所以我們就看到 就是說有18個政黨要來積極 事實上我們台灣現在有292個黨 而且這個黨還不斷的在增加 但有18個黨積極的 他們可以 以及他們要提出10名以上的立法委員 部分區的名額要繳每一位 繳20萬的部分區的保證金 這個表示他們是很願意 來爭取這個席次 不過我個人是認為 目前台灣的主要的問題 是如何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 然後把目前台灣當權的問題解決 這個可能是有相當一部分的老百姓 希望的一個期待 就是我們已經過去看到惡鬥太多 看到對決太多的這種情形化 如何有一個很有能力的一個政府 可能是也是目前世界民主政府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向 好 那當然我們之前都一直在提說 如何要解決藍綠 惡鬥 公民運動的一星期 包括這些年風起雲湧的 這些社會運動 特別是像去年的太皇花的 這些學運跟公民團體 其實也在這些運動之後 他們也有成立政黨 不管是時代力量或是社會民主黨 那像社會民主黨 他們這次又跟綠黨結盟 就是社民黨 那但是他們的這些 他們的興起 我相信會有一些年輕的選民 他們有一些新的選擇 說不定也就此瓜分了一些政黨票 來看這段避兮 這四年台灣公民運動風起雲湧 從大浦真帝 反核四興建 洪仲秋事件到太陽花學運 反克剛運動 公民運動不僅挑戰政府執政的問題 更掀起公民參與素人參政的浪潮 其中以太陽花學運為主體的時代力量 成為這股第三實力中 最受矚目的新興政黨 這個政治的動能是可以 確實的去改變政治的結構 所以那個都是在受到這些事情的鼓舞之後 大家覺得說好 那應該來組個政黨 往前一步這樣 而洪仲秋事件的主要人物洪慈優 和辯護律師邱嫻智 這一次也投入台中和新竹的區域立委選政 主打青年參政和國會改革的議題 希望改變台灣的政治困境 軍中人權這一部分我覺得是未來進去立法院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作重點 年輕人希望這個國家改變 那我也是那個讓頭上面的那一個人 那我今天有這樣的一個使命 我就要好好的做好這件事情 這也是這樣鼓勵自己 這些社會運動的案件來講 你自己可以看到這些參與的學生 或者是這些律師 當然就是希望能夠跟這些底層 最辛苦的這些人民站在一起 在太陽花學運中的立英群公民團體 則組成社會民主黨與長期投入環保運動的綠黨結盟 以社會公平正義作為主要的訴求 關心勞工稅改年金環保 統治人權等多元議題 整個派遣氾濫造成的低薪問題 其實最大受害者就是我們的青年朋友 財團的問題然後財團沒有繳稅 整個社會的問題 我也希望可以從這邊開始著手 只要這一次的國會改革 它可以成功的完成 提高基本工資 或者是說提高更好的長期照顧服務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年金改革稅改 這些東西我相信應該都可以順利的推行 綠黨和市民黨結盟投入選戰 以結合台灣公民團體的力量 要當藍綠大黨之外的監督力量 游詩仁 吳瑟宇 20多位環保人士 近日共同發起環境優先陣線宣言 訴求台灣改變既有開發模式 並強調台灣需要轉型才能貫徹世代正義 當兩黨的經濟發展的政策 都還是貫徹著以開發 以資本為優先的情況下 這些發展模式就是過去對環境浩劫 最大最大的困境 從體制外的公民運動到體制內的國會改革 這幾年公民力量的風起雲湧 正造成台灣政局新的變動 也是今年大選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我們看到這一次的小偶黨風潮裡面 大概有很多大家在過去這些年的 社會運動的熟悉的面孔 不管是說 譬如說 像民進黨時代力量還有綠色盟 其實都有這些社團的參選人 為什麼這些社團的參選人 這次為願意 願意 包括自己主黨 包括就是說 比如說成為其他兩大黨的這些 他的不分區的候選人 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有一個 很大的一個轉變 當然我們談到這幾年的 公民覺醒的運動 是一個很重要的 剛剛提到一個很大的一個浪潮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 在過去如果社運參政 馬上會被貼標籤說 我就知道原來以前 你在環保團體 你就是最終為了要選舉 就是還會被貼上這個標籤 可是我從這幾年 包含九合一的選舉這樣來看 事實上就有許多社運的朋友 或者太陽花學運的這些參與者 投入政治 我覺得這樣的批判稍小 大家討論的反而是說 他可以當選嗎 或者他當選之後他試任嗎 這個部分大家慢慢已經可以接受 本來這個社運 參政 或者把政治裝作一個重要的手段 而不是過去 這個在做很多的倡議的過程當中 一碰到政治就說 抱歉 我不碰政治 但我又要來遊說政府 我要來做什麼事情 這個顯然我覺得是一個 不一樣的分水嶺 如果我們在國會都會看到說 像我們的政府機構 甚至我們一些國營事業 甚至一些大的私人企業 他都會設有國會聯絡人 在進行法案的 各項的一個政策的遊說 其實回過頭來講 菲律組織反而很少有這樣的一個 國會聯絡人的角色 但事實上許多倡議的團體 都會進到國會 針對他自己要的法案 法規 針對相關預算的問題 來提出一些看法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應該是指 過去當然倚眾這些代議者 但現在發現他們沒辦法試任 也就是說我本來就在關心社運 我本來就在關心環保 本來就關心兒童福利等等 為什麼我還要去聘一個 演得不像的演員 還會脫稿演出 如果這樣子 我應該自己進到那個體制 去做改變 所以我覺得這是台灣這幾年來 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氛圍 我記得曾經也有韓國的教授 然後來到台灣他們也問到說 他們社運參政的比例多高 是他們就說滿高的 在他民眾也可以接受 參政本來就是他一個重要的工具 如果大家還記得 不願意面對的真相高爾 那時候在他的影片最後 也是提醒 你要去提醒你的政治人物 要來關心暖化的問題 如果他們都不做的話 你就自己站出來選舉 我覺得從這邊脈絡 都可以看到社會上的氛圍是如此 好 既然是社會上的氛圍是如此 我們也看到這些過去 比如說包括以前 許多的這些社運團體 以前曾經在黨外時代 是個民進黨 一起打拼到後來到民進黨 執政之後他們這些社運團體 就覺得說他還是 有一些他還是願意選擇 停留在體制外去做運動 但是這些公民團體 我們也知道說 很多是因為他帶有所謂的左派色彩 標榜的 譬如說標榜的 因為覺得說過去台灣的大黨 都偏向財團 但是小黨的這個風潮 真的可以為台灣帶出 所謂的左派政治嗎 好 我想過去 我剛才有提到 就是說過去16年 藍綠都在中央執政過了 所以其實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這些長期在 環境 勞工 各個領域耕耘的 這個你看到一些社運的 第一線的人跑出來參選了 其實他反映了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逐漸的在社運的領域發現 第一個在國民黨執政下面 他大家的價值跟聲音 沒有辦法被表達 那麼作為監督的反對的民進黨 也沒有辦法代表這些核心價值 這個在所謂的左派的 比較左翼的 就是希望比較能夠關心社會公平正義 然後環境永續發展的這一條 這一條相信這樣子的 進步價值的人開始覺得說 如果這兩個黨的體質 都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到底要如何能夠在政治上面 這個政治很重要 特別是國會 這個大家繳稅了 結果國會怎麼去決定了 我們選出來的執政黨 決定了我們的發展方向 可是國會是可以去監督他 跟調整他的 這個時候 如果都沒有人可以代表我們 而遊說其實已經都不夠了 因為監督的力量 沒有辦法發揮出來 包括民進黨 所以才會產生 就是你看到最後大家跳出來 我覺得這是第一點 就是說新政治其實是 我看到的這一波的小黨 想要倡議的新政治 其實是帶著所謂的新的 意識形態跟新的價值 這個東西在台灣有沒有市場 我舉一個非常有趣的 我們中山大學最近做的學生會 他們辦的一個模擬投票 事實上只有 其實出來投票的人並不多 400多位同學出來 429位出來投 那麼結果投出來前三名 超乎大家想像 第一名政黨票最高的 而且拿到30%的票 是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 第二個是民進黨 第三個是時代力量 這反映了什麼 反映的是青年世代 特別是你看到大學校園裡面 積極關心政治的學生 才會跑出來投 他投了之後 他選擇了什麼 顯然這麼關心政治 他看了這些政黨的 這個主要的關心的是什麼 那麼他選擇了一個 對他們未來來講是重要的問題 所以我看到的是說 這個當有一群人在 即便選擇這麼不公平 資源這麼匱乏 還要去白手起家 去打造這個新政治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他們確實是因為 長期在第一線的工作之後 覺得他需要出來自己奮鬥 去再重新改寫 台灣的政治版圖 對 在這次台灣的 政黨票的一個中奪戰中 第三勢力是不是能夠趁勢串起 我們待會兒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繼續來討論 15名挑戰者加入一場 百萬能跳的爭奪戰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人少的地方你敢去嗎 隨著競爭的白熱化 團隊原本的和諧氣氛起了變化 為了贏不擇手 對 他們怎麼做他們無所謂 我們就到最後一刻 我們怎麼做 有人期望透過贏隊刺激想法 卻一步步走向絕望 想要改變一些什麼的人 然後就是 現在正在努力啊 在某個地方 是要自己在幹嘛 所以很浪費時間 我要想走 有人質疑比賽不公平 竟發生大暴走 我覺得我們應該抗議 這件事是不對的 最少這是我最低 最低 最低 現在沒有打保守人的底線 各項挑戰 也說實力大PK 我們這組隊 還真的都滿人來風的 氣氛來了我們就落出去啦 誰能挺進到最後 代表台灣前進美國 公式全新實境秀 改變世界 盼我呢 歡迎繼續到台南部 開港現場 到底我們這一次呢 我們看到許多的公平團體 他們出來參選 探標榜公平正義 那具有左派色彩的綠色盟 或時代力量 很多人會說 是不是左派時代了 台灣的左派政治來了 是真的來了嗎 我們要回答這個問題 或許我們可以模擬 就是說選舉之後 假設確實眾小黨進入國會之後 他的實際政治運作 有幾種可能性 我們可以推敲有幾種劇本 第一種劇本是我們所看到的小黨 他作為議題的提倡者 然後接下來大黨接受議題 所以到最後大黨連著小黨的意見 整個整合進去他自己原本的 這樣的政治主張 這是第一種可能的劇本 第二種可能的劇本是 這些小黨他跟他的至少在基本光譜上面的政黨合作 然後彼此可以互相扶植對方 可以怎麼扶植 小黨在這個地方可以作為至少兩個 一個部分是議題的測試水溫 因為大家對於小黨他在左派的這種光譜的極端性的包容比較大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可以做安全法 當他的這個合作大黨 假設在這樣子的這種過程當中發現民意反彈 這時候這個小黨他可以作為某一種刹車的這種角色 這是第二個劇本 第三個劇本是 假如說小黨本身非常堅持自己的獨立性 不希望在這樣子的這種國會合作聯盟的這種情況之下 被這個大黨所主導 這時候小黨就必須要爭取自己發言的空間 跟自己單獨的這種政治影響力 那為了要在這種國會的競爭場上 讓自己可以依然得到發言權 小黨就必須要去強化自己的意見 所以這時候小黨他把自己的這個意見 在更加的這個原型理論化 甚至比較激化這種可能性的也出現 所以如果回到剛剛主持人所提到的 左派政治他會不會出現 我覺得他肯定會 只是我們不知道他會循著哪一種管道 以哪一種劇本的這種方式出現 那對於我們整體國家整個公共政策 接下來所謂產生這種政治互動的過程 也都會隨之不太一樣 好 那個謝老師你覺得 好 在這一次雖然是小黨競爭激烈 但是呢 但是藍綠的版圖變動大不大 還是會說說其實這個大部分的證保票 可能還是民進黨跟國民黨拿去 這一次可能是台灣有史以來 最可能根本改變的一個選舉 之前台灣基本上還是藍大於綠的一個結構 但這一次有可能在國會跟總統方面 還有在整個社會基礎方面 都變成綠大於藍的一個結構 另外以目前的各項數據看出來 未來我們可能就是一大一中 幾個小黨的這個局面 那這個一大一中幾個小黨的局面 一方面事實上也可以照顧一些第三勢力的 來關心的這個利益 另外有可能提供了一個好的機會 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政府 來解決當前在內外面臨的一些問題 這個就像日本在戰後在1955年 日本的自民黨曾經有38年的時間 1955到1993年有38年的時間 日本就是一個大黨 過半數的大黨叫做自民黨 然後大黨的一半的席次的叫社會黨 然後還有幾個小黨 叫做共產公民民社這幾個小黨 日本的那38年形成一個 優勢政黨統治的民主政治 而且它是自由民主的定期的改選 另外它也有日本的招日獨賣產經 這幾個大報的強力的監督 塑造了日本在戰後的一個 第一經濟成長得非常好 第二社會的財務平均 是世界第一名 我想未來如果台灣發展的話 最好是能夠有這樣的一個 發展的一個模式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想台灣經過了過去16年的經驗和教訓 很多的反省 現在我們有一個可能提供這樣的一個 改變發展的一個結構 這個對第三勢力所訴求的議題的保障如何 台灣現在事實上網路非常發達 個人主義興起你很多的意見 不必像以前一樣一定要達到一定程度 或沒有疏通的管道 現在這個只要你議題夠好 很容易就變成一個主要的訴求 所以這種情形應該是沒有問題 就是第三勢力所訴求的一些議題 仍然有機會發生 仍然有機會 如果這個大黨沒有注意的話 也可能會翻轉 好 我們這次看到了 就是說當然現在是不談民調 但是在封關之前 我們看到在這些第三勢力裡面 時代力量衝得很親密 因為倒包括可能有一些 明星級的候選人帶動氣氛 另外綠色盟跟民國黨也有機會 我們回頭再請教一下新老師 就是您觀察說 親民黨在這個老宋 還是老將出征的狀況之下撐著 可能還是有機會過5% 另外 但是台聯 或者說新興的 所謂宗教黨 像民國黨之類的 您去評估一下這幾個小黨 它可能比較哪一些 它是有可能去過5%的 因為我們談到小黨 是不是有可能邊緣化或泡沫化 台灣這次是一個試驗 我想我就借用他山之石 我們從日本的例子來看 剛剛謝老師有提到 日本它現在進入到一個小黨 大幅的參政的時代 日本從上次2012年到這次2014年 剛好兩次的眾議員選舉 我們可以看到 小黨確實快速崛起 可是兩年之間 確實也產生許許多的小黨 短期崛起 可是快速泡沫 又有新的小黨又取而代之 這樣子的戰國 兵家必爭的現象 以台灣的現象的話 我想我們恐怕也不排除 這樣子的這種經驗在台灣出現 至於每個小黨 他自己的這種關鍵因素 他的這種生存的這樣子的命脈 或是他自己本身政策的價值 究竟應該是要堅守到什麼 這可能是未來每一個小黨 希望爭取進入國會 跟實際上得到進入國會之後的機會 之後他們自己必須要 要實時提醒自己的 其實我們看到這段時間 不僅是民進黨蔡英文 他自己出來吹票 他希望政黨票也可以整合 免得他們在不分區的有一些 本來以為會當選的歧視 恐怕會落選 但是他也有強調說 他不會滾滾 我們看到真的是 兩大黨為自己的政黨票 在喊保衛戰 幾乎在小黨之間 小黨之間 自己彼此搶票也講得很厲害 其實像綠色盟跟時代力量跟台聯 在PTT上面也是強調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 譬如說不然你氣他 不然就說你不要給小黨 你還是要給我們這個政黨 到底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 對 這個當然看到 我們一個不同的說法 當然就整個 就是說他們各黨自己的不分區候選人 一定是希望他們的票數越多 特別是在大黨的人 在實名上下的 然後他們會覺得說 如果今天被別的黨搶走怎麼辦 所以最明顯的例子 以如果泛藍來講 這個很多包含郝伯春都說 這個新黨才是正統國民黨 要票給他 這個國民黨他如果在後面 這個比較不分區 不是安全名單裡面 他當然會跳腳 他就會引起產生一些反彈 然後這個我看到 像民進黨跟時代力量的拉拔 也有去 當時代力量氣勢太好的時候 民進黨開始會說 他們只提6席不分區 你不要票都灌給他 萬一超過頭了 他又沒有人可以逮捕 那些票就浪費 諸如此類很多的一些說法 當然我想這種進盒必然是會存在 是我剛剛提到的 因為有個5%的門檻 大家很怕票浪費 不過如果再談細部一點 大家應該要考慮一個因素 就是政黨補助款 我想過去也有提過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會有一個 政黨補助款是1票50塊 如果以2012年為例 比方說國民黨拿到580萬票 民進黨拿到450萬票 目前我們的選舉制度 區域選舉 他1票會有30塊補助 那只領1次 但是我們不分區是決定政黨的補助款 如果以國民黨580多萬 他等於是去乘以1票50塊 他1年是拿了將近3億 而且是連拿4年到這一次的改選 再看他有重新多少的票數 決定政黨的補助 過去因為我們的政黨補助款 是訂在5% 前一陣子修法降掉3.5 所以所有的政黨 事實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門檻 叫3.5%的政黨補助款 如果今天他們當然能當選最好 不能當選最少最低標是3.5% 如果以3.5%來算約略 我大概抓一個數字 可能比方說40萬票上下 40萬票去乘以50塊 他1年就會有2000萬的補助款 一直到下一次的選舉 光這筆錢的挹注就可以讓他 就算這一次沒有席次 他還可以好好的利用 這將近8000萬的費用 去做一些運作 所以這是一個大家會去進和 從這個角度 當然也會有一些人的說法就是說 所以你就放膽的 去投給這些第三司令 因為至少能扶植未來 讓他們有機會 有每票50塊的補助 讓他們未來在黨務的運作上面 足以跟這些 不至於到時候這個連 我們剛剛提到了 連這些杯水車薪都沒有 這個是我們在看到這一次 比較重要的一個 包含補助款的降低 可能都會在這一次的政黨裡面 都會各自有一些盤算 姚立民消息說 這個含內投票 含內投票才是浪費選票 為什麼 大家都很怕 大家都很怕 比如說你去投票的時候 大概都希望我投的票的 候選人可以當選 我投的政黨票是 至少可以讓他跨過門檻 其實不跨過5%的門檻 我們剛剛也像宏林說的 比如說5% 你就可以分配到兩席的立委席 是至少兩席 3.5%就是政黨補助款 比如說如果說像有一些的 一些相關的比較小的黨 他們就有一些運作的經費 可以持續去發展 就他們持續的議題 也可以持續的關注下去 另外如果說2%左右 就可以直接提名不分區 不需要提滿時期 那也就是在保證金這一部分 也有一些折抵 那1%就是政黨獲得的政治獻金 是可以抵所以 所以對小黨來說 對小黨來說 有些小黨他就跟你說 你投給我 你想不想給我一趴 這樣人家管給我的 政治生金 人家會說 管給你還可以抵稅 不然就真的是 都沒出 但是在這一部分 在這一部分我們要看了 花美 我要請教你 雖然是這樣講 但是對小黨來講 最大的希望 應該不是只有自在參加吧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選舉真的很熱 所以其實我看到非常多的小黨 是非常積極的 然後全力的在拼搏 那麼比較有趣的現象是說 我們看到就是說小黨 應該是說我們 我們其實也看到另外一種聲音 就是除了棄保之外 大家是不是應該要回歸到 你的價值跟理念去投下這一票 姚立民老師的這個分析 其實只是 就是他基本上告訴我們說 其實你的票不會浪費 因為他不同的門檻 都有他的價值在 這是第一個前提 第二個前提在於說 除了你的票不會浪費之外 我們的選民如何真正的回歸到 忠於你自己 你最關心的到底是什麼 我們依著我們的價值理念去投下這一票 假如這個東西在 這樣子的想法在台灣 有更多人支持的話 我們剛才討論到的 我們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回到一個像 譬如說像在歐洲的這個 左右的政黨 比較有左派 有右派 有真的能夠讓我們的政策 回歸到國家整體發展方向上面的 左右的好的辯論 那麼我們真正的讓這一類的 有理念的價值理念的小黨 不是那種 只是從不滿於大黨 出走的那種小黨 而是有價值理念的小黨 他會因為他的價值理念 而吸引到足夠的選票 然後可以在這個 未來的台灣政治裡面站起來 我想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 剛才主持人提到說 像綠黨 社會民主黨聯盟 就是我們其實在 我們去看到分析台灣的小黨的出現 當然有一類是我剛才說的 這個比較從不滿於 原來的大黨的分裂出來的 有一些是 或者是依附於他的路線 而分線出來 像綠黨 社會民黨 還有實力他某種程度 就是比較是 我們說的意識形態跟價值理念 你會看到這一次 我覺得非常有趣 就是說 像綠黨 社會民主黨聯盟 大家也許報紙有看到 有超過50個工會 然後還有非常多的教師會等等 然後環保組織 社福團體一批一批出來 就是支持 我真的覺得就是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有些人他是打死不會退 他恐怕就是 這些人都已經come out 包括藝文介 他站出來很明確的說 我要支持的是這個價值理念 環保團體 就我自己的研究我也發現 就是環保團體也組成了 一個環境優先陣線 站出來說 我們就是要挺環境優先的 換言之說台灣有可能 特別包括我剛才說的青年的世代 他們可能都會 有可能會更想要用價值理念去投票 這個時候就是這個 姚老師講的這個其實是第一個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你的票不會浪費 接下來是台灣有多少人會 為了價值理念而出來投票 投下那一票 而不會被棄保操作 我覺得就是 這個是很值得期待的 在大選的時候我們看到的 可能的結果 其實我可以補充一下 我覺得區域 因為我們剛初講說區域跟部分區 台灣從8年前開始 是一個比較大家都肯定正面 也就是說至少區域 因為它還是要有派系 要有資金等等來選舉 部分區有點像是 我們講的一個全撤 全國的大撤驗 我覺得部分區 反而是應該是要去證明一件事 就是我們投自己相信的最好 不要投次好 因為部分區本來的目的 就不是要你去棄保 部分區就是你認為 哪一個政黨的理念價值 跟你相近 你就勇敢去投就對了 因為它等於是就一次 全國對於政黨屬性 因為剛好18個政黨很好玩 它每個光譜都有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是一個 最準確的去投出我們 到底想要台灣朝向什麼方向走 所以你應該勇敢的去投 你認為最好 當然如果政黨票 你還不依你的理念來投票 還會配票 還會跑票 還會擔心這個票有沒有效 台灣永遠在部分區 就無法測驗出民眾的想像 所以我覺得部分區 當初在設計有這樣的目的 大家應該是投最好 不要投次好 好 那所有的 我們都希望這個最好的 可以進入到國會 帶領台灣的國會改革 來看這段底下 總統和立委選舉 進入最後一週的激戰 民進黨被各方看好 可能拿下立院最多席次 但總統候選人蔡英文表示 民進黨要完成國會首次政黨輪替 但不會換一個政黨的鬼話旁起 也不是把台灣帶往 民進黨或蔡英文個人的時代 而是要匯聚改革的多數力量 實現人民的意志 所謂的進步的力量 現在的候選人其實 他有些未必是在泛藍跟泛綠的 這個範疇裡面 那我們希望說理念大家相同 然後對於國會的目標一致的 我們都可以一起來合作 蔡英文也認為 國民黨長期在國會多數 黨議凌駕民意 政黨利益超越國家利益 造成政局對立僵持 讓改革停滯不前 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當然是黨議不能凌駕民意 黨議也不能指揮 這個我們民進黨團到底要怎麼做 還是以民意為易歸 面對國會改革的訴求 國民黨也表示所有立委參選人 都簽署國會改革同意書 他們也是站在改革的這一邊 但日前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所舉行的政黨辯論會 唯獨國民黨缺席 讓其他政黨懷疑 國民黨改革的決心 國民黨這種把國會改革 這麼嚴肅的議題 這麼攸關台灣民主化 這麼嚴重的問題 把它當作一個選戰策略來操作 我們應該要予以嚴重的譴責 而參與辯論會的七個政黨 除了各自表達主張 其中民進黨和親民黨 在是否保留程序委員會上 出現意見分歧 應該背除程序委員會 讓所有的委員會 採用i14的方式 用最大的名義來決定提案的順序 我們在立法院組織法裡面 我們還是要保留程序委員會 但是必須加上什麼 程序委員會不得檔案 另外各黨代表也希望 除了法案協商透明化 拒絕黑箱作業外 也要求國會的征服議長 要退出政黨 不受政黨操作 從各方面進行國會改革 新國會才會有新的氣象 新的國會會不會有新的氣象 待會繼續回到現場 我們賴桃的 隨來晚餐 拜訪了不少海外台灣人 有的西家帶眷 出國打拼找出路 回去怎麼做什麼 台灣沒有執照業 我們在外就是這樣 在這裡一不一時 都要自己跑去買那個 還有年輕人到澳洲打工 度假當台勞 當常會覺得自己是台勞 那我薪水那麼高 我幹嘛不當台勞 有的則為了愛情 到異鄉重新學習當主婦 然後這種店 是韓國人一定要有的店 可以把家裡面布的 沙發的然後棉被 全部都可以把它搞定 甚至跟著流亡藏人 到處奔波 孩子要爸爸 我們要人權 然而 也有走遍世界的香港人 決定在台灣落腳 我超愛這批的 捷運 菜市場 走路就到了 那麼是哪些嘉賓 遠入重陽 不為了這些遊子的心呢 1月8日起 每週五晚上9點 誰來晚餐 飄揚過海來看你系列 就在公視頻道 準時開播 好 我們剛才說提到 希望在許多的 不管是第三勢力或是小黨 他進入到國會 再也能夠帶著新的思維 給這個國會開啟一個新的世代 但是我們必須要問 都還是會關心 有些的政黨的那個 不能說存亡 但是政黨的這個存活率 譬如說像台聯 這次在其他的第三勢力的擠壓之下 很多人擔心他是不是還有機會 可以過5帕 是 這個在當初 當初我們單一選區兩票制的時候 的那個制度設計 就是希望說 台灣一方面能夠有民主多元 但是也不要小黨林立 有很多極端的力量 不斷的這個 讓台灣的政治能夠 比較順利的運作 事實上這個經過這樣的結果 台灣應該展現了這樣的一個制度 這個制度不是百分之百完美 也不是100分 但是如果以90 80 70 我們可以看出 他應該有8 9 10分 因為一方面 第一次沒有小黨 第二次就有小黨 第三次這一次我們可能看到 也有可能比較多的黨 這一次的台聯的這個情形 是因為上一次 綠軍很容易說 每一戶就給台聯一票 所以最後的結果45%的選票裡面 台聯就得到了9% 大概就是20%的 綠軍的這個選票 上一次就很容易 這一次因為有更多的這個 包括相同或接近屬性的 這個小黨來分食 在這樣的這個情況下 可能這個讓選民 比較難來拿捏 另外因為對手包括時代力量 他有明星級的這個人選 在幾個區域的立委 也常常有搶佔這個版面 另外他的自治群有比較多 可以用這個臉書或網路 所以他來勢洶洶 難免就會瓜分到這個 台聯的這個選票 所以台聯目前看起來 不是很清楚 所以觀察上是這樣子 我們當然也會說關心 就是說其他的一些政黨 那也會關心說當小黨進入到 這個立法院之後 他如何發揮他制衡的力量 比如說我們可以說 綠色盟他其實是 很議題型的政黨 他的議題他們的代表性很清楚 不管你是第一名是排勞工 第二名是排環保 我們說你如何 但是其實你如果進去兩個人 你還是不夠組長團 你怎麼去展現你的立場 又不會被你的立場 或是說你的議題被大黨吸收 然後你的這些能見度又被稀釋掉 還有可以堅持 比如說像綠色盟的環保議題 好 因為講到環保議題 我想我們可以回去看一下歷史 在1997年的時候 台灣就是因為整個全球的 這個永續發展的趨勢 所以我們行政院 成立了永續發展委員會 立法院其實也成立了 跨黨派的這個永續會 那麼但是很遺憾 就是說到2000年的時候 就是國民黨祭出黨祭 所以永續會就開始變成 只有台聯跟民將 然後後來就瓦解了 這個反映的是什麼 就是說事實上 如果這些進去跨黨派的人 是為了共同 就是有這個每一個黨派裡面 也有一些相對 可能進步一點比較關心 譬如說我們在民進黨 我們看到林淑芬 田秋錦委員 他們長期也都關心 環境跟食安的議題 那麼這一類的委員 他們在民進黨裡面是 是邊緣的人 是少數的 但是假如我們看到就是說 譬如說像現在綠色盟的里根正 他是長期在環保運動的 像這一類的人進去之後 他是有機會透過跨黨派的合作 去推動 去形塑國家的發展方向 讓我們最關心的這些生態環境 還有土地爭議 農業永續的問題 可以有機會在立法院推過去 覺得是這樣 如果像新老師您觀察 如果這次小黨懸崩 可以成功的話 對台灣未來政局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但是如果失敗又代表什麼 如果失敗的話 也不過就只是選票數 是不是累積到 那樣子的門檻而已 但是整個社會 他的這種對話的這種趨勢 以及民眾他在這些議題上面 對政治人物的要求 這個部分這樣子的這種提高 我想他是一個很明顯的訊息 我們常說立法院需要多元的聲音 小黨興起 其實可以讓很多不同的聲音 進入到立法院 但是也有人會覺得說 過去立法院國會的意識 這個進度緩慢 比如說有人會說是 台聯主導的立法程序 後來也有人會說 小黨太多會不會阻礙整個立法程序 會有這樣的狀況嗎 立法院我想從根本來講 基本上跟多少黨沒有關係 這朝野都是共犯 就是說我們公都盟統計 平均立法院一天開會 大概只有四個小時左右 我想上班族一定好羨慕喔 一天開會四個小時 然後就休會 所以只有最後一天在挑燈業戰 然後包含質詢率 也大概都維持在6層上下 也就是說整體來說 立法院根本的部分 還是非常的怠惰 沒有認真在審查 這些法案跟預算 所以說我們看到這些 所謂的霸佔主席台等等 這當然是意識上的一個角力 可是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又批判所謂的 在剛剛馨老師有提到 我們對於政黨的不滿意度 為什麼這麼高的原因是 最近的媒體調查 就其中第一名 就是所謂的黑箱協商 因為立法院既然叫衛名喉舌 我們希望他既然是最高民意殿堂 就應該是智慧 然後各方面不同意見的 交鋒的地方 我們都知道 因為有一個黨團協商 以至於所有的辯證 不在委員會裡面公開去辯證 最終他們就習慣 喜歡丟到黑箱的協商 不只法案如此 我們現在觀察 連預算都如此 我也不想得對誰 或者我偷懶 我乾脆就全部丟到這個黑箱 去做這個預算的協商 所以預算就變成桶三 而讓我們沒有辦法知道這些內容 所以這個大概都是長期 我覺得未來必須要去解決的部分 如果按照這個狀況來看 所以星老師 你也鼓勵大家說 勇敢投出你手中的政黨票嗎 我尊重每一個人 各自的意願跟選擇 好 那其實我們手中的政黨票 這其實還是可以決定我們的國會 我們國會會有一個什麼樣新的國會 也是決定在觀眾手中的政黨票高 謝謝各位觀眾收看 我們再會 教派衝突升溫 中東兩大產油國 沙烏地跟伊朗 割袍斷印 墨西哥大巫師預言 中東下半年會爆發新戰火 北韓世報比核彈威力更大的清淡 美日韓震驚連連 俄羅斯的普丁香水大麥 業者宣稱 這種香水具有硬漢氣息跟領袖氣質 英國歌手艾戴兒的新專輯 連續六週穩坐美國 夠時台專輯冠軍 週六週日晚間七點半 去就現場與您一起探索全世界 觀察 有關好說主持人陳信聰 公視新聞主播徐亞文 聯手搭檔出席 1月16號下午4點開始 決戰2016 總統立委選舉特別報導 大家好 我是楊錦華 我很高興能夠參與公視的一把星演出 我在戲裡面演的是一個國公內戰 空軍大隊長夫人 人稱師娘 又叫做秦千怡 別再集合了 外若內綱的師娘 一路陪伴著她的老公 貴晨 並且打理空軍軍的一切 她的青春化作跑到盡頭的航燈 在大時代裡微弱地閃爍著 到時候你們一定要準時收看公共電視喔 公視戲劇給予演員很大的發揮空間 在此我要呼籲大家要看到更多的好戲 請加入公視捐款行列 讓公視製作出更優質的節目 請大家趕快撥打電話 02-2633-9922 02-2633